大家晓不晓得 诶 蛋价竟然开始变得越来越低 还创新低耶 好不好 跟大家说来补充一下 现在 现在 之前太高 之前太高 然后现在就一直跌跌跌下去之后 大家就觉得 可是我吃外食没有感觉 我等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跟大家说 现在我们每天的 这个鸡蛋的生产过剩 已经到了34万颗这么多 然后成本价呢 美金跌到了27.5块 批发价摔到了37块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大卖场 或是有些超市啊 等等的 他们就开始说 诶 那我们还是要来降个价 我这样才有办法吸引更多的顾客 愿意买鸡蛋 好 所以呢 包含全联 然后家乐福 美联社 爱买等等的 他们都已经降价了 实际的降价情况 有些大概降3块 有些降5到8块 状况不等 大家可以自己到现场 或是你可以看新闻上面的参考一下 他们的价格 现在的确是有降 可是可是可是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农业部长陈俊记 他就说话了 因为呢 就明明发现 诶 奇怪 照理讲 上游都已经降价了 他一路这样子到了中间 不然只有中盘 然后到通路上 到了最下游的时候 诶 到了店家 怎么看起来好像 没有降价诶 就是我如果一般我在吃外食 因为我住的地方呢 没有厨房 所以基本上我不下厨 好 所以呢我都吃外食 那我吃外食的时候呢 我在外面的餐厅 不管在偏小吃店 或是偏餐厅的 我怎么看都 差不多都至少要加个 15到20块 我想说奇怪 那现在明明就是 代价已经跌了 怎么会看起来没有感觉 好不好 所以今天就有立委 就问了农业部部长 那请问 好 你要怎么做 我在昨天的时候问的 那这个陈俊记呢 他也说了 诶 的确哦 这个竟然都上游 都已经降价了 好不好 不管我们讲到了 在这个成本价跟批发价 都已经降价了 那照理讲 诶 老爸 早餐店 直接喊话早餐店 我现在早餐店 立刻被这个重击一波 想说干嘛 没事提到我 好 他也呼吁说 早餐店应该要降价 但是呢 好不好 这个就有早餐店 的确加蛋大概还要20块 我不知道小编 平常是不是也吃外食 或是吃早餐店 哦 你自己做菜自己 那你比较有感觉 有降价 前两天还在50几块 好不好 所以这个开始 如果我们通路上 因为还没吃巡礼 哦 这样 阿嬷那也没感觉 阿嬷那也没感觉 好不好 所以我们早餐店 然后应该要来降价 因为现在他这个加蛋 都差不多还是要20块 那就有业者 就说了他的不降价的原因 好 大致的不降价的原因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因为呢 比方说其他的物料 像这种纸盒啦 然后或是可能油啊 或其他的一些这个成本 他是有抬高的 所以他就觉得那没关系 那不然就为了要平衡这个开销 所以我蛋就不降价 此话一出不得了好不好 这个网友愤怒 我想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如果蛋的价格 其实你这样往上升之后 你看现在加蛋 如果一颗要20块 我相信有一些人 可能就不想加了 我就不吃怎么样 呵呵呵 我不吃总可以了吧 就大家就觉得贵嘛 所以他就觉得 那我就吃一般 可能他有吐司 有加个肉片 拿一片生菜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蛋就算了 那可是问题是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大家不太点加蛋 那你这样真的开销是真的可以平衡的吗 就是你应该是说好 你应该是整体 大家就有一些人就开始分享说 那你应该是整个整体的价格 就干脆你就直接上升 因为后来大家就可能仔细看一下 就发现 最近怎么时不时 我去买个便当或什么的 好像都默默的加5块加5块 我觉得大家一定超有感 我后来就觉得奇怪 这个怎么看起来便当都已经是100 100好几 120几 然后甚至有些 我觉得都快要飙到150 然后说是合理的吗 外食族很痛苦 那个什么三妈凑凑锅 你知道吗 不知道100块有早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那种小火锅了 我啊 以前就是100有早 对啊 现在都破150了吗 破150 160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三妈凑凑锅 但就是我就觉得哇天哪 整个整个这个物价 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往上涨 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说 那你就干脆整个成品的 然后整体的 比方说什么某某吐司蛋 这整体的这个上升价格 就是你等于说 你有其他的成本 你往上提了 好大家可能可以接受你的这个说法 但你就把它只弄在蛋上面 大家就觉得不能接受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你这样是不是加蛋 你就把它降回10块 可能会比较合理一点 这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感觉 好吧 但是呢 早餐点到底愿不愿意怎么做 这个有点点困难 可是呢 后来大家就立刻又想到了 诶 讲到之前的蛋荒 绝对不能忘记超私 好不好 大家绝对 不要忘记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超私这件事情了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蛋荒 现在竟然是蛋多到 对吧 光过于求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让这个外食族叫苦连天 但是呢 大家就觉得说 诶 那你这个超私蛋这件事情 嗯 好像怪怪的哦 应该还是得这个 好好的把它处理一下吧 好 所以呢 当时 在我们造成了这个蛋荒的时候 农业部其实就是 也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印象超深刻 那时候我还在立院党团 然后那时候农业部的说法都超乖 就是他们就说啊 当时会去做这个专案进口蛋 是因为没有发现到到底市面上 整个通路上 大家的蛋到底剩多少 我搞不清楚啊 政府搞不清楚 到底这些进口商他们进口了多少 所以到底有多少蛋已经在市面上了 我搞不清楚啊 不好意思 那我就自己农业部 我们就自己弄了一个专案的进口 我们想说 蛤 你要去欸 就是你农业部你搞不清楚到底市面上有多少的蛋 然后你就决定好要用专案进口 然后也就是随便就是瞎子摸相 就一个数量就直接进来了 然后进来之后呢 你还要把蛋做报废 好不好 进口的蛋 花人民的纳税钱 报废蛋 再花人民的纳税钱 欸 不是 你当我们这些 这个小民众 小平民老百姓是很有钱是不是 我们的脚的纳税钱不是这样弄的 所以大家其实对当时的那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记忆犹新 于是呢 黄国昌就问了农业部 欸 想说 欸 超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忘 好吧 大家绝对不要忘记它 为什么要那么做国会改革 要让国会改革很多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疑似的弊案 或是它疑似有问题的案子 要把它摊在阳光下给大家看 超市就是其中一个 那后来呢 欸 黄国昌就直接问了 欸 怪怪的哦 超市是不是只是为了 专案进口鸡蛋而成立的呢 那后来呢 农业部就直接说 啊 对对对 我们跟另外一间公司 跟另外一间公司是有签约 可是跟超市就没签约 欸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也太奇怪了吧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今天的民众党的记者会上呢 就是张岐凯委员他也有直接来 跟大家提到说超市这个案件 他们发现奇怪的事情 因为昨天黄国昌咨询嘛 咨询完之后他们今天就开记者会 然后也来回应这件事情给大家 稍微看一下 超市有新的进度 而且很有可能很适合当 国会改革之后 第一个调查委会调查的案子 它的新进度是怎么样呢 大家耳熟能详 知道说去年超市 超市 进口了很多巴西蛋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追了很久 一个民众最关心的进度是 农业部终于承认 去年一整年进口那么多 进过期的鸡蛋 一共花了多少人民纳税钱 进口加上后来又销毁了 花了人民十亿的纳税钱 十亿 很多民众因为后来追太久 没有去追了 事实上我们追出来 就从农业部的部长嘴巴里面 很清楚讲 从买鸡蛋很多进来 有五千多万颗 迈都没卖出去 后来又销毁 加上销毁的钱 一共用了十亿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第二个 大家对超市就非常有兴趣的 包括国商跟我 我们接地去追了很久 不是超市 不是只有在去年进口的巴西蛋 我们现在追到 它在前年就进口了 日本蛋 而且日本蛋里面有两个非常大的疑问 第一个 它有两家 两家进口 结果呢 超市进口的是两千五百多万颗 另外那一家 只有五百多万颗 就它的领头 另外那一家 有合约 超市竟然没有合约 我再强调一次 这就是在菜市场买两千二百 两千五百多万颗的蛋 不知道菜市场去喊价 我们的农业部跟中央续产会 跟超市竟然一个合约都没有 我们之前去追说 你把合约拿出来给我们看 他们说在找 找到半天 后来闻到我的办公室 我们跟国商一看 连合约都没订 所以昨天国商跟我在经济委员会 都问了农业部长 这会不会太离谱 这是第一个点 你买了两千五百多万颗 从日本买蛋进来 连一个合约都没有 这没有严重违法的问题 比如说民主蛋 民主蛋 大家好 大家为了配合我们的执政党 这个民主蛋 怎么了吗 没有合约有错吗 哈哈哈 我们这个有印象的话 当时光是在疫苗的那个时候 就常常要一个合约都要不到嘛 然后甚至要到之后 他说哦 好好 那我们给这些立委可以去做翻阅 然后把全部都 那种数字什么全部都遮盖起来 然后说有跟没有一样 到底 就是到底有多见不得人这样子 反正呢后来就是 这个很多人都说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好不好 太离谱了 然后还有人说 淡加瑞返回不去了好不好 真的回不去 有情流感 对啊 这很吓人 反正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哇 到底是在做什么 没有错 就是当时他那个 其实是有情流感的 那所以后来红国昌委员 他其实昨天有在 这个经济委员会的时候 他质询有稍微问了一下 那后来呢就发现到了 这个超司呢 是在2022年的时候 他其实在从日本 也有做专案的进口鸡蛋 那就发现到 哎 看起来好像超司这间公司 这个好像是为了 专案进口鸡蛋而设立的 这个因为毕竟呢 他是一人公司 一人就可以成立这个公司 然后平常都没有做其他事 但是到了需要鸡蛋的时候 他就跳出来了 我可以做专案进口 对 马上就跳出来 平常都不用做其他事情 我不要有业务 他只要呢 这个做这个专案进口鸡蛋 他就可以吃好几年 可以吃个十年之类的 好几辈子啦 是一辈子是不是 熬几辈子嘛 熬几辈子了是不是 好不好 这个随随便便 这样进口一波 就整个发大财了 进口鸡蛋就发大财 那后来呢 洪国昌他有讲哦 他就讲说农业部 其实你应该是要去提供 行政调查报告 给国会监督 但是呢 当时其实立委们一直都在追 然后追追老半天 追很久之后 他们都迟迟的不愿意 拿出这个所谓的报告来 后来呢 农业部终于承认了 他说去年一整年 进口了那么多过期的鸡蛋 花了多少 就是10亿的人民纳税钱 就刚刚我们张其凯委员 所提到的 这个农业部部长 终于愿意说实话了 好不好 告诉大家 这个就像前阵子 这个巧新委员 他有提到的 就是他最近在质询的时候 也有发现 虽然国会改革 这个案子三读通过之后 还没有正式 开始上线 因为毕竟 这个还要弄个复议嘛 复议没过的话 民进党又 这个不甘心 好在事件 然后可能会拖很久 如果你大法官 再来一个什么暂停处分 然后拖半年 但是呢 就委员们就有发现 虽然现在三读过之后 还没正式上线 但是这些行政官员们 在背询的时候 已经有感受到那股压力了 觉得不能随便乱讲话 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 立院的都有直播 其实他都是会留存 所有的一切都在网路上的 IBOD的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他们就会非常的谨慎 觉得好像不能够在这个 这个故意的避重就轻 然后甚至可能去说谎 就以他已知的事实 他该知道的 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所以其实对于像农业部长 真的别说 当时那个超思旦的时候 呃 陈吉宗部长是首当其冲嘛 那时候他每次讲 然后怎么讲那个都对不上 然后很多说法都漏洞百出 然后想到 哎 奇怪你昨天好像不是这样讲 今天怎么会这样讲 就是后来再换了一个陈俊记来 他也很辛苦 也是一样就是 哎 怎么这个说法都兜不容 很痛苦 所以呢 民众党这边就讲了 搞不好呢 超思旦这个就可以做为 国会改革之后 第一个的调查案 太好了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超思旦 虽然已经时间过了很久 然后现在鸡蛋已经从 原本的蛋黄 然后变成降价之后 早餐点还没降 然后大家还是觉得很贵 可是它实际上是已经降价的 那到了 从蛋黄到功过于求的情况之下 超思案不能被忘记 好不好 超思案不能被忘记 所以民众党现在也觉得说 哎 没有错 那就是要持续的来追 这个案子 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您也想要加值行动力 维持青春美丽吗 618年中庆 实际盐 胶原蛋白生态 买6盒就送5包 每日完胜口还定 买8盒就在加码送 14包梦梦水饮品 绝对能让你满贷而归 全场消费满千 就送百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以100元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购物体验吧